接下來請宏忠義委員發言 主席 請那個福建省主席 好 請張主席 那個張主席好 那個主席我想剛剛那個就是有委員問到 你是政委兼福建省主席 那你政委本身的業務是哪一些 是院長交辦的業務 還有督導幾個相關的部會 所以你如果在兼台灣省主席 你可以分身乏術的狀況底下 你可以兼得好嗎 我兼的是福建省主席 對 你兼福建省主席 你現在兼得可以嗎 我覺得還可以 好 那那個我問你 那個福建省政府設在哪裡 我們在金門 金門的哪裡 金門 金門的哪裡 那個地址 我在金城鎮 是金城嗎 金城鎮 金城國中的旁邊 對嘛 那表示你還有熟悉 那你上任福建省主席多久了 我從那個520就開 那你去過幾次 我去過金門的數字相當多 應該是相當多 那統計的數字我不知道 因為我經常需要去協調這個地方跟中央的部會 那個主席 我想齁 那個 就是以我們目前福建省來講 我們之後 你的轄下只有兩個縣嘛 對不對 對 就是那個金門跟連江嘛 那你知道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啊 那個福建省啊 他們有幾個地級市跟幾個縣嗎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個那個行政成績來講 你知道嗎 我細節我不清楚 你沒有掌握嘛 對 那你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福建省跟我們中華民國的福建省有什麼差別 是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國家嘛 那所俠的地方也不一樣嘛 對 是 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福建省啊 他是一個有一個副省級城市啊 然後八個地級市啊 四十四個縣啊 那其中這四十個縣裡面 就涵瓜你管轄的金門縣跟連江縣啊 所以這個資料你有沒有去對過 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嘛 好 那那個福建省的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建省的省長是誰 是不是去年剛換 對不起我不太了解 那個所以那個政委其實我比較喜歡稱你政委 因為我知道你管的事情太多了啦 這種福建省的省主席的事又請你來兼任了 我像我問的這麼細你就不清楚 現在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建省的省長叫做余偉國 是叫做余偉國啦 那他的那個福建省的那個政府所在地是在福州市 那你的那個所在地是在京城鎮嘛 所以本席認為說像那個對岸 我們雖然是不同的國家 但是名稱是一樣的啊 你還是要去了解一下嘛 那我想喔那個 畢竟福建省跟台灣省是有不一樣的啦 那個1911年中華民國建國的時候 福建省就是原來的一個省 那台灣省是在1945年 1945年的時候才光復嘛 那國民政府是在1949年才來到我們台灣嘛 所以我們1949年之後其實就是跟你講的一樣 其實我們的福建省只有兩個縣而已啊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齁那個剛剛有委員有問到齁 你這個福建省的這個經費齁 其實是逐年遞檢啊 我覺得你沒有說清楚咧 你可以再說明一下嗎 我看了你們的資料我發現 你這個是逐年遞檢啊 這表示說其實在這個業務上 你還是有一直在做嘛 還是在做我們那個人民的期待嘛 我覺得你這個你要說明一下 我覺得去年的時候 編106年預算的時候 我就大幅刪減喔 從9200萬把它刪成8400萬 那今年度我現在提送給貴院的 來審查的107年 我就又再度更大幅度的刪減啦 所以我大概是從我就任以來 從9200萬左右啊 到明年的預算會降到5960萬 就是珊瑚大概達到36% 快快接近四成了 對啊就刪除快四成嘛 那另外就是說齁 其實我們現在還有這個 金馬聯合服務中心嘛 那金馬聯合服務中心 跟你的福建省有什麼不一樣 它是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我們基本的構想 就是我們福建省政府的業務是很少 那它現在主要的業務功能是在哪 是在協調我們這兩個縣 跟中央各部會的這個協調的功能 那因此呢 行政院就決定說 我們成立金馬聯合中心 那就是就是同一套人馬 但是它 同一套人馬做同樣的事情嘛 對就是做協調的工作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啊 其實那個金馬聯合服務中心 它的預算是來自你們福建省嘛 也是一樣的嘛 就是經會跟人都一樣 但是基本的功能強調 它是行政院的一個協調的單位 那這樣的話就不見 因為如果你是省政府的話 你的協調能力就比較弱嘛 當然這個政策的部分呢 協調部分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不見得是要透過現在的省政府 那就真的是 希望張景森政府委員 能夠在這裡面 能夠扮演比較多的角色 直接能夠解決我們目前 金馬聯合服務中心 那您提的構想 很像把澎湖又丟掉了喔 澎湖它不是 它本來就不是省政府 福建省政府所管的啦 所以但是澎湖的部分 我想我們 其實還是可以有 別的方式來處理啦 所以我是以政委的身份 兼這個中心的主任 又兼這個 這個省主席 那主要目的 就是要強化 其實那個政委 我現在會講說 為什麼會把金馬聯合服務中心的 預算跟人員拿出來 讓你解釋啊 其實以前外界都認為說 金馬聯合服務中心 是不是會增加人 是不是會增加預算 都沒有啊 做的事情也都一樣啊 因為這個是在你們那個 比以前更做的事情 在那個設置要點的第六條 跟第七條裡面 就非常明確的寫到了 比以前是更提升 就是因為它的功能 就是代表先生 那那個本席再問你一下 因為你說喔 上任之後你有召開一些 包括說那個 強化地方與中央機關 溝通與協調的功能嘛 那那個 這些成員大概是誰 你那個 溝通協調的對象 這個兩個地方的縣長啊 差不多有重要的事情 打電話給我 請我幫忙 比如就台風過後 那個垃圾把那邊倒都包圍啦 那我們再去協調 這個 這個環保署去協助 清理垃圾 那個處理垃圾問題 那比如說這個 有這個交通 就是因為氣候的關係啦 航班不足 那麼需要去調這個 其實你這裡面的報告寫到 包括縣長 兩位縣長啦 兩位立委啦 還有兩位議長 還有那個金管處跟馬管處的 這個 那個首長嘛 還有軍方的首長 那軍方有哪一些首長 那軍方有哪一些首長 那軍方大概是主要就是金民的協調啦 因為 沒有我是說軍方的首長是哪一些人 就是我們的指揮官啦 我們都有跟他們協調 比如說他們 因為他們 這個地方是戰 那現在那個 金門縣跟連江縣有幾個指揮官 兩位 兩位指揮官 是 你確定兩位嗎 對 那東營咧 東營有沒有指揮官 東營 東營我還沒去過 東營你還沒去過嗎 東營有沒有指揮官 東營有 有啊 所以就是三位嘛 因為那個本席當兵是在東營啦 所以我對這個東營是蠻有興趣的 那你知道現在東營的人口多少嗎 詳細數字我不知道 因為你們在那個 那個連江縣你們還派了一位副執行長在這邊嗎 那今天有來嗎 目前還沒有派 還沒有派 但是我看你們那個剛剛設置要點裡面 打算要派 因為金門跟馬祖是很遠 然後我們福建省政府的人都在金門 等於是沒有人在服務這個馬祖 連江 沒有人服務連江縣 所以我們希望說那邊也把人員調過去一些 就是本來就是要派一個副執行長去嘛 對 本席就是看到你的這個設置要點啊 是 那我想喔那個其實包括說金門啊 馬祖啦還有東營啊 在軍方都各有一位指揮官啊 那這個本席當兵的時候就是在東營啊 所以才問你一下 那我想喔現在包括說東營的人口數 是增加還是減少 不清楚 不清楚 好那個政委 我知道你很忙啊 其實問的太多你可能也答不出來 那沒關係喔 那個如果你要去東營的話 跟本席講一下 本席想過去看看 好不好 我坐船 最近去年坐船有坐船過去去 東營啊 對 好啊那你下一次如果要去的話 可以通知一下本席 謝謝 好好謝謝喔政委 好謝謝洪委員 謝謝張主席啦 好接下來請林立禪委員發言